据韩媒报道,首尔地方警察厅广域调查队已得到了胜利为性交易中介向娱乐场所女服务员提供钱款的金融交易记录。 据记录显示,钱的金额并不像旅游经费,现在正调查胜利用于生日派对所花费钱的来历。 警方表示,胜利除了性交易中介外,还涉嫌散布非法摄影物、逃税、贪污、违反食品卫生法等。 因此在性交易中介调查结束后,将结合其他嫌疑一起申请拘捕令。